东西方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些国家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输出石油的一个系统OPEC 历史上这些国家大多都是油木商业民族 一直充当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中转战 新航路开辟以后 这一地区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强国的入侵 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直到二战以后 这些国家才实现了独立 后来在1908年 一位英国人在伊朗找到了这种黑金 这个也就成为了后来的中东第一个油田 马斯科特苏兰曼油田 三十年代之后 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相继发现石油 自此 这些国家就凭借着珍贵的石油资源脱贫致富 从一穷二白摇身一变 寄生于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行列 那么 等到这黑色的金子真正耗尽的那一天 或是等到别人发明出 可以代替石油的性能源的时候 这些依靠石油而富裕的国家 该何去何从呢 中东国家手握石油 就相当于掌握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 美国等国家自然不愿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命脉 掌握到别国手里 页岩油革命 使美国在能源独立这一方面 买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上个世纪 凭借着这一技术 他们国家每天的产量 已经达到了三百万桶 随着时代的发展 美国的页岩油技术逐渐成熟 时至今日 美国日均产油量约九百万桶 其中过半都是页岩油 当前这一地区石油资源严峻的情况 已经不容忽视 所以中东的很多国家都纷纷尝试转战其他行业 但是除了像迪拜这个城市 在旅游业方面发展状况良好之外 其他国家的转型纷纷败下阵来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在制造方面 中国已是世界的龙头老大 在科技方面 美国独占熬头 在金融方面 欧洲的地位又不容任何国家撼动 在这些国家的施加压力下 中东国家并不是没有危机感 但是要杀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又谈何容易 第二 目前石油资源至少在数年内 不会有耗尽的可能 中东国家的人 已经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懒得去发展别的 诚言道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要他们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 而去寻找另一条艰难的发展道路 外面有些勉强 多年以来 惰性已经养成 很难改变 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想起 百年前新航路开辟后 给西班牙国家带来的改变 当年西班牙的状况 与今天中东地区的国家大同小异 16世纪的西班牙很强大 在海上 西班牙海军称霸银色疆土 在陆地上 训练有素的方正军队主宰战场 新航路开辟后 西班牙获得了大量的殖民地 并有大批的金银财宝汇入 西班牙当年凭此傲视群雄 但是如今我们却只能在历史书上 才能领略到西班牙昔日的辉煌 那是因为 在金银财宝流入之后 西班牙并没有把目光放长远 并没有把这些黄金用来发展工业 农业生产力 而是用来偿还外战 采购商品 支付巨大的军事花费 最终 这些财富都流入了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手中 可以说 他们只是充当了黄金白银的中转者 英国等国家 却凭借人心航路的开辟 带来的财富 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如今 英国等国家 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 成为世界强国 但西班牙却还是原地踏步 毫无建树 同样 现在中东地区的人们 已经适应这种轻轻松松 就能得到财富的方式 并不想 用这些财富去开发新能源 或是转型 久而久之 人们都已经有了惰性 但是 再多的钱和资源 也总有挥霍一空的时候 数年后 倘若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真正枯竭 或是有别的国家研发出 可以取代石油资源的新能源 此时 若是中东国家 还没有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转型之路 那么 西班牙当年的结果 便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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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